煮暖! 歡迎收 완성! 祝大家兔年進步 這些幾天吃旦都很豐富 但是很多朋友覺得吃完飯 總是省血甜品不可以 我們本來請來的嘉賓葉翠翠小姐 Hello Thomas 你好 有没有习惯吃甜品在饭后之后 有 我很喜欢吃甜品 因为我在其他地方读书 习惯了吃完一个主菜 就一定要吃一个甜品 是的 今天我想介绍给你 我们现在是中国年 我们新年希望做一些 亚洲式的中国式的甜品 好 是什么 但又大有西式的 我们会做一个汇里 就跟一个杏仁蛋糕 是 这个也很不错 好 我介绍一些材料给你看 好 首先我们先预设啤梨 我们就批了皮 批了皮之外 我们是去心 是 第二我们要选择的梨 我们的形状要示范一点 好吗 这个啤梨我们批了皮 浸在柠檬水里 为什么要浸柠檬水呢 让它的颜色能够保持得好 明白 那我们有些柠檬汁 有两粒八角 那我们这些红组 这个叫鸡心组 是去换的 那方面不用自己拆换 还有没有那么粗 对 对 对 我想你性食会更好 另外有些姜 切片 有些肉桂枝 肉桂 对 我们有一盒清水 有些苹果汁 苹果汁其实你用这些包装 或一瓶装的苹果汁 已经够了 是 还有我们会批了一些橙皮 和柠檬皮 那我们煮好糖水的时候 就要把所有材料 都放进去煮 那那个梨就这样 梨就我们不 现在我们还不放 我们拿到那个炉边 接着我们开火 把它煮好 是 还有一样东西 譬如这个梨的时候 我们在这里 我们可以拿一粒红组 是 在梨的位置放进去 或者你可以帮我放一粒红组 好 为何放进去 其实我想它的味 能够带有少少红组的味 进去梨肉里面 是 因为我塞进去里面 它能够在里面 将味很温柔地散发 在梨肉里面 是否这样 可以多塞多一点 你可以 够不够够 也够 可以多塞多一粒 可以多塞多一粒 三粒都可以 是的 好了,我们已经滚了 那我们就把火 稍微小一点 是 接着我们把梨 轻轻把它放进去 那煮多久 我们这个不需要煮太久 大概都是15分钟左右 的时间 原意是想梨入味 是的,入味 是 而且热力令到肉质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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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有些杏仁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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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 是 是 說 你 prima 我 ema 是 是 是 我 我在 好 接著我把綠茶粉加進去 攪拌均勻的時候 邊緣可以輕輕掃一下 讓綠茶粉容易混在蛋和醣水上 色澤也很深 是的 如果這麼多綠茶粉會不會很濃? 因為我們還有忌廉 很… 黑 是的 讓我看看,熱度的樣子很新色 因為待會兒將忌廉加進去後 綠茶的色澤會更漂亮 我們現在嘗試將這裡放在熱水 到溫度上升至80度 除了消毒之外 對蛋的密度和忌廉的凝固性 也會有些影響 不夠溫度的,七十多度會很稀 出來的忌廉會否浮得很濕 而且在攪拌期間 可以幫助它把綠茶粉完全暈長 好,我們看到溫度已經稠 即是稠了,溫度已經達到82度 所以就離開水 即是剛才又稠,變稀,又稠,變稠 現在…因為我之前下的時候 不是有綠茶粉還未溶解嗎? 是 有糖水、有蛋漿,各樣未溶解 再會變得好像很稠 推開的時候,完全完全暈長 就會開始稠 但是溫度到了82度就開始形結 即是密度比較稠 如果到了82度的時候 那有甚麼需要做呢? 就是現在這個階段 我們不可以把忌廉混進去 因為受熱太熱,忌廉會溶 待會等它的溫度降低 到大概40度左右 再加忌廉,好嗎? 好 好,來看看我們現在攪拌到差不多了 溫度已經降低了 之前我們打了一些忌廉 忌廉我們用的是淡忌廉 我們這些淡忌廉打的時候 我們看看軟滑程度 我們不可以說太硬 因為我們打到大概七成至七成半度 原因是如果我們打到粥的話 為了加來這裡做一個攪拌動作 那這些忌廉有機會有效 你輕輕用忌廉放在這裡 你看到初初我們做的時候 因為凍了之後都很濃 我們用忌廉開滑了第一層 還是先開滑了 對 是否也要輕輕拌勻 輕輕,就不要用法了 拌勻了 看看底部是否均勻 邊是否均勻 好,接著我們下一個步驟 我們準備了一些荔枝 我把荔枝切成粒 切粒的時候 不要太小粒 放不上大的荔枝 我們準備了 因為這些荔枝我們會用鉗 會放在忌廉的中間位置 我先填了一半 填了一半以後 咀嚼這樣放在一起就可以了 然後膠要輕輕輕輕拌勻 這樣就很平 是嗎? 還有要燉的原因就是 要肯定忌廉的 可以到90度角的角位 空氣走出來 不燉它可能有機會 你掉出來的可能有一個洞位 掉出來就不太好 我們燉平了之後 然後我們用之前準備了的荔枝肉 我們輕輕在中間位置放進去 但放荔枝肉的時候 需要留意一件事 就是不要太貼邊 然後荔枝肉看到就不要看了 而且為何用鉗就方便用手 全部都是心絲 對,放好之後 我們就會把露茶忌廉放在另一邊 這個技巧真是有技巧 沒有 要不可以滿捨 滿捨也不要緊 因為我們會再敏平 就算是否滿捨也要敏平 因為我不可以… 譬如我不滿捨 我這樣填了不滿捨 有一個動作出來的都會敏平 平手,每一粒都要用小心機 所以做甜品有時是會訓練人的耐性 還有心思 還有細心那樣東西 是的 就不是一個做甜品這麼簡單的 像煲煲一樣 對,然後我們用八個敏煲 在這裡 我們敏平 這樣也可以敏平 這樣吧 原來是這樣的 有時候敏了出去的 有時候見到它不夠的 沒問題的,回頭 我們把它敏平 敏平 如果我們殘留了一些在旁邊 出來的時候 因為它急凍了 變成它掉的時候 可能在四方體下面的旁邊 會突出了一隻腳 所以我不想… 完成之後 我們把它放在冰櫃裡面 保持兩小時左右 這樣就最保守了 如果溫度不夠的 就脫出來的時候 可能角位是會圓了 就拿不出一個漂亮的位置 好嗎 脆脆的 我們現在做了最後一部分 好 我們會做芝麻脆脆的 好,我喜歡 對,份量很簡單 我們有些牛油 糖、奶、粟膠 好,芝麻又分了黑和白 讓它的顏色 拿出來更好一點 更好 還有香味也好 我們先把牛油 放進這裡 把糖 一起 奶少許 倒進去 刮乾淨 好了,粟膠是比較黏的 其實它是令到質地 煮出來的時候 能夠有個軟硬度是好一點的 是不是比較黏硬的意思 對,黏硬一點 有時候看到你放在盆裡 如果凝結了的話 你可以放微波爐 打幾秒 我想你四、五秒就夠了 那我來 對 那我們放進去 將它煮滾 如果芝麻 我們沒有需要去做烘焗的 原因就是 因為我們本身沒有進去烘焗 如果再烘焗了 再拌進去,再進去烘焗 就太過脆了 吃了嘴巴太過… 即是中俄港的熱氣 感覺就太強 而且味道太濃,就不太好 把它攪拌均勻了 它就沸騰了,稍後會沸騰 你看到泡泡上來的沸騰了 是呀 好,接著我拿起火 接著你會把芝麻 白芝麻 白芝麻加了 其實在磅的時候 也不需要像我這樣分兩盒 可以把芝麻拌均勻 可以把芝麻拌均勻 可以一次過加進去 做的時候就會像這樣拌均勻 黑白芝麻拌均勻的效果 就比純黑芝麻或白芝麻更好 很容易嗎? 是呀 很容易 接著我們就會用氣餅 攪拌均勻之後 我們就會把它放進去 這個份量很容易 但是味道和各樣都很好 我們需要把它保持在雪櫃裡面 即是四度以下 放在冷藏一個小時左右 看看這些 已經完成了 黑白芝麻浴雪了一小時後 你看到它的結度 是呀 沒有之前那麼稀 是呀 我們可以把芝麻放進芝麻 植膠膜裡面 這些植膠膜可以進爐 還有我們想用一個形狀 就是這些長方形的形狀 就配合我們的綠茶的棉 好嗎? 我們可以把它放進去方便一點 把它放進去 這麼薄? 是呀 這樣就很薄了 要看它的厚度 到底它的厚度 這個比例和這塊薄脆 到底兩隻之間 可以否感到在口感上 到底達到的效果是甚麼 你試一下 好呀 你拿著時間 拿著芝麻 是呀 OK 你試一下 可以薄一點點 做一個甜品 我想在家製一個下午 不怕的 朋友知道的 好的 讓我幫你完成吧 好呀 而且你看到用的芝麻 那是很方便的 因為是尖的 那這些角色的角色 我們很容易把它放得均勻 焗多久? 6至7分鐘左右 我想不需要太久的時間 因為芝麻也很搶火 因為我本身裡面有牛油、糖 各樣東西在 那幾樣東西都會比較容易搶火 而且如果芝麻 你焗得太久的時候 其實是… 乾了 乾和太脆口 吃到口太重味 好,把烤盤放進焗爐裡 之前調好爐是180度 好嗎 接下來我們會怎樣 我們把一盒盒子放進去 好 把之前所有工夫放進一碟裡 好 好嗎? 好,我們之前剩下的綠茶 我們剩下的綠茶 我們剩下的位置 有點融融 對,我們要很快的 我們把這些綠茶放進去 把綠茶放進去就可以了 然後把芒果汁放進去 然後把芒果汁放進去 好,我們要把芒果汁放進去 然後把芒果汁放進去 還有,芒果汁放進去 好有心思 放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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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為甚麼要用芒果的 芒果和綠茶是配合的 芒果和綠茶都是配合的 芒果和綠茶都是配合的 芝麻和綠茶都是同一個系列 可以配合的 任何東西要知道的味道在哪兒 所以你要嘗嘗味道 腦裡才能觸摸到味道到底的配合性 我沒試過綠茶加芒果 今天你有機會嘗嘗 對,今天可以嘗嘗 我們放一點荔枝 我也很想嘗嘗做 不如你嘗嘗看看 好 我要做一個特別的形狀 自創 因為我很喜歡畫畫 我有學柔畫 學柔畫的人都要… 觀察力都要很強 是嗎 是的 因為要將那些層次這樣畫出來 這樣也可以 我打算這樣夾 這個碟細覺得我這裡有很多東西 像芒果汁 可以嗎 可以 完成了 這個作品 大功告成 我們去試吃看看這個味道好不好 好啊 好… 謝謝… 對… 可愛呀 好… 對… 我來聽就是… 有個簡卻… 今天很感謝Thomas教我做這兩款 中西合璧的甜品 我就可以做這兩款甜品 請我的朋友吃和慶祝新年 開心,你可以做到兩款甜品 和朋友一起慶祝 是的,謝謝 那我們試一下味道,好嗎 好,我很想試這個 這個已經很融化了 原來我們出了雪櫃一會兒 聞一下,很香的綠茶味 我很喜歡吃綠茶雪糕 這個比較冷 所以拿出來的時間 我們不能放太久了 保持溫度,味道會更好 而且雖然我喜歡吃甜品 但我不喜歡吃很甜的甜品 這個有很重的奶和忌廉 很滑的味道 而且它又不是很甜 不甜的 所以我很喜歡吃 很美味,我想嘗嘗這個脆脆 你點點綠茶 點點綠茶 很香 它好像芝麻糖的感覺 很中國色彩的味道 是,是中國新年嗎 是 一種親切感 試一下這個,好嗎 對,這個很滋潤 對 讓你滋潤一下 試一下味道 好像肉 對 對 對 這個時間吃滋潤的水果 不錯 吃下去 它們的味道很平均 有少許薑 有少許肉桂 但其實不說話 不會太覺得有肉桂 對 任何食物 只吃進口後 口腔慢慢感受味道 才是最好的 如果進口腔的時候 已經是一股薑味 其實不是太重 太重了 對 好吃 好吃 這個布甸 很有彈力 就很容易做 對 我今天學到這兩個甜品 我可以首先回家做給我媽媽吃 她們覺得可以 我就可以做給朋友吃 好,謝謝 謝謝 謝謝 '. gospel